宁驰骤不断出望远 宁驰骤不断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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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我想下来 爹 爹 爹 你要去哪儿啊 爹 爹 您别丢下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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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救救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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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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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又发汗了 爹 爹 爹 您能听见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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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醒啊爹 爹 爹 您说话呀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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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回事 路华我没注意 让我来 二弟你们都过来 哎 过来抬着 哥我还 都给他们 我还 二弟你们都过来 哎 杏儿 让同族的哥哥们抬吧 不用 我们能行 太重了万一 什么万一啊 我们抬我爹跟你没关系 老二 老三 老四 快 哎 让福尔贵儿打把手就行了 他们还小 打把手就行了 一点点 弄你的小心 是的 那好吧 起 你 爹 爹 你放心走吧 我会照顾好三个弟弟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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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爹 爹 那么 Except 糟了 他 爹 追 Jon 三年 三年 三年后孩儿再回家 幸儿 你先起来 咱们回家再说 我不回家了 我要在这儿守着我爹 幸儿 你回去吧 我是不会回去的 你们谁愿意跟我守着爹 就留下来 我 我也要在这儿守着我爹 看什么看 你们也留下 二婶儿 二叔在吗 你二叔出去了 文举的事情忙完了吗 文举这孩子操劳一生 你找二叔有事吗 幸儿他不回家 要在墓地守孝三年 我怎么说都不听 是吗 我想请二叔把他劝回来 劝他回来干吗呀 幸儿这孩子多懂事啊 小小的年纪就知道 给他爹守孝这是好事啊 以后咱们这儿举孝联 非他莫属 大哥 这房子是不是太像棚子了 本来搭的就是间棚屋 大哥 我们真的要在这儿住三年吗 对 为什么呀 等三年以后 我就二十岁了 咱们回去就跟后母分家 到时候我就能好好地照顾你们了 走 感受一下咱们的新家 我想让他们跟 приб吕 这儿不要拷就拦然后 者 要不要再带了 咱们的 ti 但是 民心痛不病 怎么还没睡呢 弟弟呢 弟弟已经睡着了 娘 您一天没吃东西了 喝点热乎粥吧 好 您还在担心大哥他们呢 您先睡吧 娘去看看你哥他们 娘 您先喝口粥吧 待会儿就凉了 孩子 娘不饿 大哥 我害怕 怕什么 我怕黑 油灯不是亮着的吗 大哥我冷 哥 烹点烙雨了 你坐过来 哥 我好冷啊 给 先把它披上 今晚先扛扛 明天我回去取衣服 嗯 好哦 星儿 娘来了 哥 咱们回去吧 闭嘴 娘 你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跟娘回家吧 我们在这里守孝 不回去 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 你们在这里会着凉的 你们在这里会着凉的 跟娘回家吧 我们挺好的 不用你来管 桂儿 是不是着凉了 我没有 星儿 弟弟都着凉了 你就别较劲了 跟娘回去好吗 谁跟你较劲了 我们给爹守孝 有什么不对吗 有什么不对吗 都躺成这样了 星儿 你来看看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明天就好了 弟弟要是染上风寒 你怎么向你爹交代 娘 不会吧 娘 不会吧 哥 来 把桂儿扶上来 你们都跟我走 我们不走 弟弟都病成这样了 四弟回去 我们不走 你们想回去就回去吧 回去了 好好照顾四弟 那我回去照顾弟弟 娘 我还是留在这里 陪大哥吧 哥 四弟不会染上风寒吧 我还是留在这里 娘 睡吧儿子 明天就好了 娘 药盐好了 你们去睡吧 娘 让我来吧 您歇会儿 娘不累 你们快去睡觉 哥 你记不记得 爹生病的时候 跟咱们说的话 孩子们 爹的时间不多了 爹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药监儿 您是老大 一定要听你娘的话 爹 您放心养病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的生母走得早 全靠祭母把你们拉扯大 我走以后 你们要听话要小顺 爹 我们会听话 我们会听话的 我们会听话的 姓儿 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你心里只有一个亲年 嗯 爹 您好好休息吧 我知道 一直以至一来 你都把祭母当成外人 你想让我放心才不表现出来 这些啊爹都明白 现在爹恐怕没几天了 怕走了以后你们不听话呀 孩子 爹 爹 我听话 你们都记住 生母对你们是生育之恩 姬母对你们是养育之恩 你们这个姬母对你们都是没恩而心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 这十几年的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恩还要大呀 这个姬母就是你们的亲生母亲啊 哥哥 什么事 爹说的 爹说的我都知道 那我们这样对他是不是不太好啊 爹是被那个女人给骗了 你看吧 现在爹走了 他肯定不会对我们好的 可是他刚才还把弟弟接回去照顾呢 哪都是做的样子 你明天回去看看 弟弟到底怎么样了 二叔 您去劝劝星儿吧 星儿这孩子任性 他想给文局守孝 这心是好的 可万一有个闪失 我怎么跟文局交代呀 我知道 而且文局走之前还嘱托过我 让陈兴兴继续学业 望他成为有用之人 贵儿 不想喝了 娘 我哥他 其实就是不想跟娘一起过 大哥说三年以后就能给您分家了 什么 二哥回来了 五弟 四弟呢 四哥在娘的房间养病呢 他好些了吗 好多了 娘昨晚守了一夜 您去看看他吧 好 这些都是我哥说的 他觉得娘不会对我们好 娘 二爷爷也在啊 回来了 星儿呢 大哥没回来 让我来看看四弟好些没有 我好多了 你回来得正好 我问你 陈兴是不是想分家 二叔 孩子没别的心 只是不懂事 哼 我去看看他 陈兴 二爷爷 您来了 嗯 您进屋坐吧 不用了 嗯 听说 你要守孝三年 是的 嗯 好 最近诵读孝经了吗 我能背下来 那就背一段给我听听 子曰 孝子之丧亲也 哭不哀 礼无容 言不闻 伏美不安 闻乐不乐 食指不甘 此哀妻之情也 好了 有一句我记不清楚了 你帮我想想 是开宗明一章第一里面的 三日而时 教民无以死伤生 毁不灭性 此圣人之正也 丧不过三年 世民有忠也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这下一句是什么 我忘了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你爹走之前 嘱咐过 要让你好好 继续学业 希望你做一个 有用之人 你都忘了 那你在这里守校三年 就不读书了 我在这里 也能学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在这里 李牧江是你们的继母 这是事实 但他对待你们兄弟四人 视如己出 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有什么不满的 二爷爷 您不清楚 我不清楚什么 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等到 三年以后分家 我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走跟我回家 给你娘道歉 二爷也带大哥回来了 心儿 我回来了 我 我不该跟你较劲 回来就好 饿了吧 娘就去给你做饭 这孩子 二叔 回来就好 我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 快 回来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在树下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不是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施死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定是树林菩提讲堂 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菜 祭佛前大贡 恭请占有法师领众 日期1月19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 点万灯供万水祭护生 晚上6点 岁末感恩舒适响宴 地点树林菩提讲堂 地址 新本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 联络电话 02-2688-5088 02-2688-5088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捷运亚动医院站2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访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 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写 生命电视台南道场 举办新春礼千佛祈福法会 恭请占德法师领众 日期1月28号星期二 大年初四 上午9点 礼拜过去庄严节千佛宝颤 石供养 护生祭佛前大贡 1月29号星期三 大年初五 上午9点 礼拜过去庄严节千佛宝颤 石供养 护生祭佛前大贡 下午礼拜八十八佛 侯明宝颤 地点台南道场 地址 台南市中西区 福联路106号一楼 点了电话 06213-1112 06213-111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个心要利益众生 就叫菩萨 菩萨有大菩萨小菩萨 如果你能够安住在空性 不退转 就叫摩合萨 所以 练习八观哉戒 八观哉戒本质 本身里面有无量的功德 但是 如果为众生守八观哉戒 那功德更是圆满 所以外面下着雨 然后很多人 还是为了要去上班赚钱 必须淋得雨 很辛苦的 然后呢 我们比较有福报 各位可以不用跑来跑去 还能够静下来 来受持佛法的功德利益 更要对他们生起一个 真实的悲心 所以不断地思维众生的苦 我们更要精进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进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